再打 别打了 我 我都说了 告诉我 你是不是军统的特务 你说我是哪儿的 我就是哪儿 哪儿的 你的部门职务和联系人 你 你怎么说的都行 小群先生 房涛这就算招了吗 不 还不行 你别忘了 这方涛说什么都是我们帮里的人 再说 他还是我女儿的男朋友 慕容先生 难道你怕方涛真的找出什么东西来吗 我怕 我怕什么 那就好 老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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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老虎子 热乱 老虎子 老虎子 你说不死 看来方先生的意志 还是很坚强 慕容先生 你猜一猜 石井军下面会用什么方法 来对待方涛呢 小泉先生 这是您的地盘 您爱用什么就用什么 不必问我 那好 方道俊 真是好样的 我很敬佩你 不过我知道在你身上 不会得到任何情报了 所以我只好这样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告诉我 告诉我 她未婚妻 说我 说我对不起她 如果有来世 我还要娶她 我要娶她 好 我一定带到 精彩 非常精彩 小泉先生 您这出戏非常精彩 我慕容闻还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的好戏 多谢您的款待了 来人送慕容老爷回府 那方涛我可以带走了吗 那方涛我可以带走了吗 方涛我可以带走了吗 好 好 好 你带走 一帆走 陆霍霞 方涛回来了 快看看吧 爹 没事吧 我倒没什么 看看方涛吧 爹 方涛 爹 方涛怎么会这个样子的 快 快 方涛 放心点 慢点 请慢点 方涛是你放的 为什么 我敢肯定 方涛是你们军统的人 但是她死的 死都不招 杀了她有什么用 那你的意思呢 你不是说她又可能是共产党吗 留着她 钓大鱼 明白了 你醒了 我记得我被事情打死了 那墙里根本没子弹 是吓唬你的 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 日本人怀疑你 但是呢 又没有证据 所以抓你去刑讯 他们也太过分了 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人在江湖嘛 这也难免 方涛啊 委屈你了 给你添麻烦了 不 你就住在我们家 安心地养伤 先生 您也累一天了 要不先去休息吧 我确实有点累了 那我们走吧 我准备了 你自己先去摔心 キャリ millennial 还说还好 他们给你这么重的心 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更厉害 赤区 他肯定心 我希望有了 拿枪顶着你的时候 你就真的不害怕吗 怕 也没用 我听无数说 你连最后的遗言都说了 你最后说的那句话是真的吗 没趣啊 就是你最后说的那一句 你说 你说 如果你真的不行了 你说想要跟我结婚 你是 方涛 方涛 我看你 王爷 今天这个事啊 还真是悬 方涛万一经不住拷打 把罪名给认下来 恐怕还会牵扯到你 看来这个方涛 还真是条硬汉子 今天的事看来 方涛 他必定是个不简单的人 我也这么认为 你看小璇给他上了那几幅刑剧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即便不是抗日分子 也会去打成招的 你的意思是 你可要小心了 虽然日本人今天放了方涛 但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让我想想 这事 让我想想 莫容小姐 怎么了 一脸的不高兴啊 我来找你是想讨回公道 你凭什么把方涛打成那样 那件事是误会 误会 那我要是也误会一次 你看怎么样 但是你不能相信 把你赢了 为我给你赢了 一个人 的事 拿这个枪真的不像样子 我郑重声明 方涛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我在上海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气 你要是再敢跟他过不去 就是跟我们慕容家过不去 要是再有下一次的话 你恐怕就不能到这么好的地方 喝咖啡了 大佐 她太过分了 她从小欺负人习惯了 这么跟人说话很正常 可是她用枪指着你的头 你也能笑出来 施敬俊来者不善哪 说明慕容府紧张了 你也能笑出来 来 来 好吃吗 做你女朋友可真不容易 你三天两头地挨打 我还得照顾你 怎么了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还不都是遍体鳞伤 我可能已经暴露了 你这两天 千万别去联系姜医生 我听你的 谁啊 我 好 吴侠 你爸让你去一趟 吴叔 吴侠 你爸爸在客厅等你 怎么了 去了你就知道了 去了你就知道了 爹 刚才去哪儿了 找小泉讲理去了 讲理和日本人讲理 他们是讲理的人吗 爹 小泉欺人太甚了 不给他点教训有什么错 你还不知道你错 你还不知道你错在哪里 和不讲理的人去讲理 这就是错 吴侠小姐 快跟你爹认个错 听着 吴侠他不知道他错在哪里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 文言 弟子知道错了 那好 自己长嘴 直到吴侠知错为止 爹 你这是干什么呀 他们错就错在 没人阻止你 更没人向我通报 这是违反邦规的 听说 你还把枪对着小泉 你为什么不一枪打死他呀 你差点害死这些人 害死你爹 害死全家 你知不知道 爹 你先让他们别打了 吴侠 快跟你爹认个错 爹 爹 我错了 你让他们别打了爹 爹 爹 好了 你们都起来吧 你们都是我的得意弟子 情童父子 我不希望你们做出鲁莽的事情 去做无谓的牺牲 明白吗 明白 好 都下去歇着吧 是 是 你呀 你还嫌不够乱吗 爹 我知道错了 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好了好了 别哭了 去找你那个方涛 去陪陪他吧 你인이自己的事 你还不想说 你怎么会嘱吹 他都不想说 他想说 他想说 你不想说 他想说 你不想说 你不想说 他想说 他想说 是有什么好处的 什么好处 至少让小泉知道 我们也是可以随时取他的命 让他以后跟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放涛是在慕容府里被日本人带走的 他带回来的时候全身是伤 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 放涛被日本人行训 他又不来接头 你觉得他会不会投靠了日本人 不 如果他投靠了日本人 我早已经不安全了 他之所以不跟我联系 一定是知道自己暴露了 不想让日本人顺藤摸挂 秦先生 你要的东西我弄到了 特赦手遇呢 重庆已经答应给你特赦手遇 不过目前正在路上 特赦手遇一到 你要尽快安排我们全家离开上海 越快越好 秦先生 这样子 我先安排你们全家离开上海 我会让重庆 直接把特赦手遇送到安全的地方 等你们全家都到了以后 我们一手交手遇 一手交交卷 我 사실很像人 但是好的 工作人员 打工历 坚定 请转告小泉先生 秦文莲已经将日王蜜月拍照备份 不过他要求 一定要拿到特赦手遇 才肯交出交据 你确定吗 这是秦文莲亲口对我说的 我说的秦文莲 你确定是什么 我说的秦文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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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文莲 给我 秦文莲 撤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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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报警吧 前面姐 先去看看少了什么东西 是 快去看看兰儿吧 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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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兰儿 兰儿 东西呢 没事 赶快说好 咱们还是赶快报警吧 报警也没用 他们不是一般的强大 是冲这交角来的 你怎么知道 你没看见他们搜的都是 抽屉和文件价码 就临走的时候 才装模作用拿了点金银首饰 小泉先生 有一个办法可以一事 秦文莲的女儿秦岚 是她的命根子 如果我们绑了秦岚 秦文莲就一定会救援 这算什么好办法 我早说过 杀了秦岚 秦文莲自然会交出交卷 秦岚 秦岚 秦文莲确实不好对付 为了拿到交卷 我们还确实应该 好好地动动脑子 小泉先生 我还是那句话 一个人藏的东西 一百个人都不一定找得到 依我看 绑架秦岚是唯一的办法 是啊 这也的确是个办法 但是我们的人 绝对不能出名 这好办 我让我的人去干 重庆到现在也没有答应 签发特赦手遇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我决定 下一步的计划是绑架秦岚 逼迫秦文莲 交出日汪蜜月的交卷 既然秦文莲已经答应 跟我们合作了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 再做这种过激的行为呢 可是秦文莲始终摇摆不定 我们不能总是被动等待 再说 我们这是劫持 不是杀人 其实 这也是重庆的意思 绑架秦岚 是为了逼迫秦文莲 交出日汪蜜月 因为我们要尽快地 将这份文件公开 才能确保抗战阵营的稳定 刑事已经是迫在未接 绑架秦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如果没有疑意 我就来安排下一步的计划 老师 必须再望 哄路 秦小姐 向小姐 秦小姐 你这事要去哪儿啊 我刚买了点东西 正要回家呢 我送你吧 不用了 没关系 正好顺路 我还要去你家 找你爸说点事情 上车吧 谢谢你啊 别客气 别客气 秦小姐 委屈你了 为什么要抓我 请你配合一下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还等什么呀 还不快去寻处房报警 宝珠 你快去 是 太太 等等 再等等 还要等啊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现在急有什么用 就是要赎金也会来个电话呀 那些日本人 不是说要保护我们的吗 要不你去问问小璇先生吧 现在女儿在什么人手里都不清楚 一旦找错了人 或者走漏了消息 女儿很可能就没命了 都怨你 都怨你 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劝你你不听 这回好了 连女儿的命都要搭上了 保重啊 你先去忙吧 你还嫌乱得不够啊 当着保重的面 你胡说什么呀 也许只是一般的忙票呢 也许只是一般的忙票呢 你快接电话呀 好 喂 秦先生吗 你的女儿在我们手上 你是谁啊 我是谁不重要 如果你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 就把你手上的日王协议胶卷交出来 什么胶卷 我不懂你的意思啊 装糊涂是吧 我来提醒你 日王协议胶卷 我的手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胶卷 你说的那份协议是绝密的 我不可能有 你们要多少钱都可以商量 千万不可以伤害我的女儿 秦先生 我帮你恢复记忆 冯如泰 你认识吧 您不是说协议的内容都拍下来了吗 你是在骗我们吗 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 谁是冯如泰啊 我不认识 这个玩笑可不好开 弄不好你女儿的命就没了 是谁打来的 自称是军团的人 说蓝儿在他们手里 说蓝儿在他们手里 可是这个人的生意很奇怪 你是说军团的人绑架了蓝儿 他们要怎么样 他们要我交出胶卷 那你赶紧交给他们 千万别让他们伤了蓝儿 不是吗 可是这件事情太奇怪了 有什么奇怪的 他们虽然说是军统的人 可是军统里我认识三个人啊 为什么这三个人当中 没有一个人来和我联系 你是说绑架蓝儿的人 是冒充军统的 可是他们又知道胶卷的事情 这件事情太蹊跷了 军统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拿特赦手艺换胶卷 是我们事先就谈好了的 他们为什么突然就变卦了呢 不是军统的 怎么会知道胶卷的事呢 这件事情我们可不能草率 要好好地想清楚了 文莲 现在这个时候 蓝儿的性命最重要 你就别遣思后想啊 这重大的事情我能不想吗 那就是我们全家的性命 我不管 我只要我的蓝儿 蓝儿要是有什么意外 我也不活了 好了 你不要着急 他们现在要的是 我手里的胶卷 不是蓝儿的性命 只要胶卷还在 蓝儿战是不会危险的 但是你这么拒绝他们 他们会不会伤到蓝儿 文莲 你快想想办法呀 我连他们是什么人都不清楚 我怎么能轻秀答应他们呢 小剑先生 我看秦文莲是害怕这件事被日本人 不 是害怕被你们知道 所以才不敢承认 我想可以让我去找他一趟 也许能谈出个结果来 冯先生 不用着急 我相信秦文莲一定有这个东西 猎手在捕获猎物的时候 需要的是耐心 这一点你很清楚 是的 前辈 喂 万一秦文莲手上没有日王协议的备份交卷 怎么办 不可能 我们可以 先给秦文莲记决他女儿的一根手指头 然后再一点一点地 把他的女儿还给他 我就不信 他不肯把交卷交出来 这是完完不可以的 在没有确凿证据 证明秦文莲叛变之前 是不可以采取极端的手段 如果新政府要员的家属 遭受如此的迫害 谁还来投靠新政府的 我们之所以没有直接逮捕他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风先生不会不清楚吧 对不起 是我考虑不住 看来秦文莲是不会相信陌生人的 你先不用急着去见他 打个电话倒是可以的 喂 听出来我是谁了吗 冯如泰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你的女儿就在我们手上 我想请你把东西交出来 就是卖古董的冯先生吧 我的女儿怎么会在你的手里啊 别装糊涂了 为了我们约定的 必须面谈的那样东西 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也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请你把我的女儿放回来 一切都好商量 这不可能 翁先生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没有直接跟他提交卷的事情 小杰先生 小杰先生 以前我们为了安全纪鉴曾经约定过 关于日王协议的事情 只能面谈 所以只有我去一趟才会有结果 行了 冯先生 把你的碗收起来吧 为什么要绑架我的女儿 重庆的命令 我只能执行 那你们的诚信呢 你们答应我的条件一件都没有实现 还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来对付我呢 秦先生 我已经解释了 我们是奉命而已 一句奉命而已 就拖得了干系啊 怎么知道这样 还不如把你们交给日本人 省得现在麻烦 秦先生 这话可不好乱讲 怎么了 你们什么事情都能做 我连说说都不行啊 好了秦先生 你劳作也发了 火气也出了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能给我一句转话吗 现在我的女儿都在你们手里 我还能怎么想啊 照你们说的做吧 好 什么时候我能拿到交件呢 明天上午十点 明天上午十点 国泰电影院门口 让方涛开着车等我 方涛等你 我现在信不过你 好吧 就按你说的办 明天上午十点 国泰电影院门口 告辞了 吴叔叔 方先生 你的表舅来看你啊 冯投 你怎么样啊 我已经全好了 那就好 吴先生 这次多亏文业帮忙啊 自家人 就不说这些客套话了 你们聊 我还有事 慢走 您怎么来了 我不到这儿来 怎么能找得到你呢 文涛 既然你的伤已经好了 是不是该出去干点活了 您说啊 来 走 我们绑架了秦岚 是想逼迫秦文莲 交出日王协议的交据 您把秦岚绑了 对 而且秦文莲答应跟我们合作 只是她提出 要你方涛跟她去接头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明天上午十点 在郭台店员门口 秦岚还好吧 秦岚还好吧 这是重庆的命令 什么 你把我的事告诉重庆方面了 没有 抓你 是我的上司 想要逼你父亲交出交捲啊 可是我的父亲 不是已经同意和你们合作了吗 而且我一直在配合你们的工作呀 只是上司的命令 我也没办法 你犯了吗 完全是犯行的 凶 taraf 记住你答应我的事 如果我出什么意外 你一定要保护好我的父母 我知道 秦文莲已经答应交出胶卷了 我们为什么不按原计划进行呢 既然他已经答应交出胶卷 我们用什么样的手段拿到手 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绑了秦兰 秦文莲不跟我们合作怎么办 问题是现在秦文莲答应了 他答应了 就算他受我们威胁把交卷交出来 重庆当时说过 日王明月公布的时候都有人作证 这么威胁他他不会为我们作证 胖头 也许你说得有道理 我们是军人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这你不会不懂吧 绑架秦兰不是重庆的命令吧 潘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怀疑我吗 我们是最后有钱的 我们是最后有名的